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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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认是在建制派里面最高水平的一个 政治人物 现在是私人读潮水 好像我们这样 偶像在网台做节目 最多是这样 第二任的那个叫马力 曾玉成在03年辞职 因为03年那次11月的区议会选举民建联大败 因为03年那七一大游行 他们全部都掉了眼镜 我最记得在七一大游行之前 我和曾玉成吃了一餐饭 说七一那个游行 大家猜猜有多少人 那时候因为他是主席的 我告诉他最少30万 然后他说so what 当时回应我说so what 到11月选举 区议会选举大败 因为03年那七一大游行 还有所有民建联的人 对那个游行的评论 很吓人憎 你明白吗 包括一个叫做陈鑑林 很吓人憎 那些评论 在这个游行之后 没多久呢 那时候他没有选举 就是七一游行 游行之后一个星期左右 他们的秘书长马力 就找我吃饭 在北角路上海 吃下午 他就请教我 欧敏你怎么看 就是今年的区议会选举 就是我们 就是民建联 就是会不会受这一次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会受这个 七一大游行的影响 那我跟他说我一定输得苦 你们当然 最好就不要高额提名 就是找那些在地方扎了筋 就是那些可以提名的人去选 如果你想着 要立很多议席 高额提名 你就会肯定死 我告诉他 到时候你当选率一定很低 我就这样 从选举的角度去分析给他听 那他 那他 可能当我在那里发黑风 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 那他真的跟着 就有高额提名 就输了 是吧 最记得的了 那马力 那时候就 就是 做秘书长的 曾玉成做主席 那曾玉成就 他觉得他作为主席 在这个选举大败 他要负责任 所以他就辞职 12月辞职 11月选举 那马力就 由秘书长接任 就是这个 就是 主席 那后来马力就 因病世世 那 那谭耀宗就顶她的位 那那个就是07年 那就过了身 那谭耀宗又做了很多年 那接着就到李慧琼了 李慧琼就是2015年开始做民建联子职 那也是行政会议成员 喂 民建联里面还有很多其他人 那现在又有局长又有其他人 那为什么 共产党不在民建联里面去 找一个来做特首呢 民建联他创立的时候 还是那些地下党员 那些是 是吧 工联会的核心成员 譚耀宗 是吧 陳婉嫻 那些 那些 你看这些 全部不是左派的校长老师 基本上就是工会领袖 工联会 工联会 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共产党 基本上这些核心成员 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都信你不过都不让你做 大哥 所以后来曾玉成说的有欲无荣就是这个意思 你有欲无荣 那么多口 就让你继续有欲无荣 你看看李家超这个契弟 那你这帮人 你这帮政坛大佬 你看到这些 还是建制派阵营 爱国阵营里面 历史最悠久 这些核心成员 你看到李家超这个契弟都可以做特首 你真的作何感想呢 请问 但是你也会继续 被共产党支配的 所以你说 你进了共产党也好 或者做共产党奴才 就是这样的了 你没有独立的意志 你没有自由的 基本上是 除了有机会 可能荣华富贵之外 你是没有自由的 你是没有独立意志的 大哥 你是机器 没有独立思考的 基本上是 你要走出来被迫 要支持李家超才好笑 谭耀宗还要做竞选办主任 有什么竞选啊 现在 就是 共产党要你 喂 你做这个竞选办主任 好好看一看 做得 李强的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书记 因为这个上海疫情爆到这样 他都被人拔了下来 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说 林郑月娥一定不能连任的 我告诉你 林郑月娥一定不能连任的 我告诉你 他就是人独裁 金字塔最尖的 上面的就是习近平 总书记 军委会主席 他也是政治局常委 有七个政治局常委 七个人去控制十四亿人民 七个人去决策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都不是 一个 现在变成了 是吗 从这里来一 然后这里有六个 下面有二十四个 当然这七个就是 那二十四个其中的七个 就是政治局委员 全部都是地方第一把手 是吗 上海市市委书记 北京市市委书记 重庆市市委书记 天津市市委书记 四个直车市 全部都是政治局委员 省委 也是 然后就做常委 由政治局委员去入常委 当年薄熙来被拔了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薄熙来 可以入到这个政治局常委 是吗 然后有机会 就是 做这个总书记 都未定 是吗 又是他做重庆市委书记 的时候 他是政治局委员 其实共产党的 权力的 制度 就是这样的 寡头独裁 但是他也有个 下面你起码要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 今年11月 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200多人 这200多人就产生 24个政治局委员 24个政治局委员 就有7个政治局常委 接着有总书记 军委会主席 各种的党绩高层的 顶尖的 这个就是整个中共的领导层 就是这样来的 所有的所谓选举投票 全部都是行礼儀的 全部都定好在这儿了 现在香港就照搬这套来做 对不对 接着现在的班底 李家超的班底 你都可能是中联办 或者主管港澳事务的 这些相关的党政机构 就和你安排好了 把整套共产党那套 就是权力制度搬过来 对不对 以前还被你 就是 效忠一下香港人 一国两制 现在你一定是 只是效忠一个 中国共产党 在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也好 他都不会把共产党那个 影响力放在香港 就是被人 是人都看得到的 他不会这样做 习近平就是了 对不对 那当然他借口 你可以找这个2019年 这个反送中运动 接着外部势力 分裂 之类有人主张港独 这样 其实最应该就是 拉着梁振英去打罢 这个人家就是港独 港独之父 我可以告诉大家 林郑月娥就是台独之父 你真是 没有林郑月娥 台独的力量 没有那么嚣张 你真是 这两个契弟 大家拭目以待 有朝一日 共产党权力结构 出现变动的时候 这两个仆子 如果还没死的话 是吧 就绝对有机会 被人清算 先被共产党清算 这个我一定帮忙搜集他的黑材料 这个我一定帮忙搜集他的黑材料 刚才我说到 共产党的统战 即是50年不变的 就是分化 统战策略其中一个就是分化 对那些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些地方 或者那些人 他就用分化 台湾他就是了 他现在不断分化你台湾的人 你知道吗 对香港 他现在不需要分化你 以前还说 建制派有不同的政治力量 你们互相制衡 我做大哥的就很容易搞了 在办公室也是 脑子 等于各部门主管 最好大家 有些权力斗争 他才容易驾驭你 对那些 对那些 好像香港这些 他完全可以控制的地方 他就不需要分化你了 知道吗 但是台湾就要 所以他对台湾就是这样的 你蓝形 他又分化你 绿形 他又想办法 又去分化你 知道吗 等你在那里鬼打鬼 知道吗 那你力量就分散了 你就不团结了 知道吗 但是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可以搞到你 你蓝形那些人 为了要反对这个 就是 民进党 你就投共了 知道吗 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他分化策略成功 将你蓝形里面又分成 你 将那些 染红一些人 对吧 令到蓝形里面 比较倾向绿的那些人 即所谓倾向绿 即是本土那些 现在被他认为暗毒那些 那些 那些台湾本土派 即是国民党的本土派 他将你国民党分化成为本土派 和那些统派 那些红瘦处那些就是红统 他分化你 这个马英九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是吧 他将你整个国民党已经分化成为 有些已经变成红统 是吧 又蓝就染红 那就是分化你了 他通过很多方式 大家都有眼看的 有些 有些 红瘦串回去打疫苗 是吧 就是 大陆现在又有多进步 究竟搞定了你一个 是吧 連战 大家有眼看 马英九 就未被染红的 但是他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接着还有那些 就是比较 人觉得是近绿型的 分化你那些 暗毒 是吧 蓝型他就这样分化你 绿型他一样是分化你的 即是他还未完全可以控制 这些地方 他就用这种策略 是吧 然后这些分化的手段 他可以用钱 是吧 用很多种方式的 比如那些学者 就请你去大陆讲学 是吧 台湾有很多 现在做政治评论的 那些人 全部都被共产党搞定了 很多 包括有陆型的人 那他客观的效果是什么 就是令到你台湾 没有办法团结 是吧 当年蔣介石 在内战上 为什么会失败呢 就是你国民党 已经被共产党 滲透分化 包括那些军事将领 政治人物 知道吗 五十年不变的 这些是 所以你说台湾多危险 我说你可能不信 大家拭目以待 他就分化你 香港不用了 大哥 现在是可以完全操控的 有一个国安法在里面 还有什么法律 现在可以 还有柴头去做特首 香港就是一个警官特区 反正也是很彻底的 他做特首 然后保安局长 邓炳强就做政务司司长 一家团聚 香港就会出现的情况 那移出人口 就越来越多 过去这两年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统计数字 加加上 断估也有三十万人 来香港 在97年7月1日 香港主权移交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移出人口 我说什么呢 就是逃避保证 大哥 现在去英国最多 英国也算是这样 中门大开 加拿大也是 是台湾这么糟糕的 台湾真的很糟糕 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留在那些人 尤其是年轻的那些手足 真是凄凉两个字来形容 政治就是这样的 政治阴屈 两岸三地 同一个祖先 血脈相连 台湾 香港 中国大陆 政治阴屈 大家查书是为什么 阴暗 黑暗 什么都做得出 中国人 香港人都是中国人 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 这就是被共产党污染了中国 基因是大家一样 所以我们总是说 各共两党是同一个老爸的 都是列宁式政党 到今时今日没办法 你在野就是一个民主政党 这个是民主社会 民主国家 但是实际上的基因都是 你真是 都是我权力摆第一的 手段就卑鄙 骑骑骑髒 齐了 当然外国的政治也是这样 但是人家有个制度 有个制衡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